上荡百年 七世大观 各位看官好 欢迎光临七世大观 今天再说个大家熟悉的故事 各位都知道 我们频道讲故事 是给共党睁眼说瞎话翻个个儿 再有就是我们讲的都是他不敢讲 一说就让他恼羞成怒 大脸碎一地的糗事 好 有请还没订阅的新来看官 帮忙订一下支持我们这个烦喜脑故事频道 再顺手点一下小铃铛啊 谢了 书归正本 1954年1月 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了一本 后来家喻户晓的红色长篇小说 名叫《铁道游击队》 作者叫刘芝霞 1956年他又被拍成了同名电影 更扩大了知名度 小说讲的是抗战时期 山东藻庄一带有一支共党组织的队伍 专门干洗洋行、八铁路、捷武器的事儿 因为他经常出没在鲁南地区金浦铁道线上 共党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鲁南铁道大队 到小说里就成了铁道游击队 按小说里主人公刘洪的说法叫吃两条线 铁轨不是一来一去两条线吗 就这意思 这是冠冕堂皇的包装 其实说到底就是偷东西 和前些日子美国加州那些偷渡者、吸毒者、黑社会、洗劫列车 没两样 不同的是 美国是大白天公开抢 共党是专门找月黑风高时偷鸡摸狗 有看官可能会说 反正都是为抗日 就算偷也没错啊 这个概念的确没错 打日本咱是不分手段 本来好多物资也都是我们中国人的嘛 我们要说的是 共党游击队偷的物资 没有一次运给抗战前线的国军 都送给了山里藏着的土拔路 日本投降之后 土拔路又拿着这些偷来的钱、药品、武器打国军 再后来就有了您和徐州铁链女们的幸福生活 因果链条是这样的吧 没关系 共党最怕咱们有脑 任何一件事只要咱们思辨 自己得结论就是好事 小说呢 臭肠 很多人都看过 咱就不在这里续道情节了 电影电视剧这种横电产品 列位也熟 是不是很像北京的卢猪火烧啊 猪心猪肺猪大肠一锅慧呢 您自己琢磨啊 今天咱们说个您可能不太熟的 就是铁道游击队小说和电影的 史作俑者说说他们的命 按说共党抗日的事迹并不多 颠覆国家的阴谋却不少 刘芝霞小说的确是以真事为原料创作 里边的几个角也是真人对应 拿来洗脑咱中国人不是挺得意挺来劲的吗 可怎么努力想 您也没法理解共党的扭曲 这部现在被冠以红色经典的作品 出龙没多久就被共党自己打成了大毒草 小说作者 电影演员 主题曲的词作者等等 都被铁道游击队害了 怎么害的 害成啥样呢 且听我道来 按照共党的记录 刘芝霞是个老革命 19岁就投身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后来还做过共党的战地记者 抗战期间 他亲自去山东藻庄地区收集铁道游击队的素材 最后写成小说 大陆沦陷后 小说五十年代初期出版 这下大大提高了他的知名度啊 后来他是一路升官 先后担任了济南市文联主任 省文联副主席兼中国作家协会 山东分会主席 山东文学杂志的主编 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等 听起来这位根湖苗正酒精考验志得意满是吧 别急 十多年后厄运来了 1966年文革爆发 很快《铁道游击队》和《红颜》等一批文艺作品 成为最先被无产阶级司令部点名批判的电影 年轻的看官可能想不到 歌颂共党和英雄模范人物的作品 为啥会被批判你 谁敢批判啊 您问着了 别人不敢 《毛泰江青》这个戏子有啥不敢的呢 江青在关于电影问题的谈话中批判刘之霞 说 梅写主席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原则 写的是主席批判的游击主义 游击队不依靠群众 都是神兵 只有方林嫂一个群众 有政委看不到政治工作 不像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 无产阶级游击队像一帮农民 小资产阶级队伍 没写党的领导 不像八路军领导的 单纯的搞惊险神奇动作 宣传小我 私家英雄主义 影片插曲很不健康 您还别说 江细子当时的话 拿来评论当代吴京的横店搂片还挺对口是吧 江青这么一连上老毛理论坏了 刘之辖自此是厄运加深 既然电影是大毒草 小说当然也是大毒草 作者一举成了炮制毒草的元凶 刘之辖立马被揪了出来 关进了牛棚 所谓牛棚啊 就是被红卫兵们定义为 关牛鬼蛇神的地方 在下的老爹也荣幸的被关过牛棚 和可怜的李莹关的那种地方很像 1966年7月底和8月初的《山东大众日报》 连续四天都在彻底揭露和批判刘之辖的 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通栏标题下 判登一篇又一篇的批判文章 一时间 山东省文艺黑线头子 苏修特务等数不清的帽子 扣在老刘头上 接下来批斗 游街 甚至遭毒打 折磨他 就成了革命小将的家常便饭了 几个月之后呢 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老毛打倒 刘之辖更是最佳一等 怎么呢 因为《铁道游击队》第27章《掩护过路》中 详尽地描写了铁道游击队掩护化名胡福的刘少奇 过龙海铁路去延安开七大的历史事实 这是公然为叛徒内奸公贼刘少奇树碑立传啊 还得了吗 可想而知 一笔写不出俩刘的刘之辖遭到了怎样残酷的对待 老刘实在扛不住了 于是在一个漆黑的深夜逃出了被关押的地方 跑到了小说中方林嫂的原型刘贵清家 据共党官媒刘之辖与方林嫂一文介绍 刘贵清是毫不犹豫的 把老刘藏匿于家中 而且刘之辖的通缉令就贴在他家门上 造反派也是多次来搜捕老刘 也是一笔写不出俩刘的刘贵清 每次都沉着应对 没露相 不断地将老刘转移到儿女们和朋友的住处 使老刘躲过了最危险的时期 四个月后形势好转 刘之辖这才回到了单位 文革结束之后 一些红色经典被解冻 刘之辖也被平反了 但共党当时还没平反刘少奇 解冻再版的铁道游击队 删除了第27章《掩护过路》中关于刘少奇的段落 取而代之的是老毛语录 看官 您看过哪一版呢? 刘之辖还不是最惨的 至少命保住了 电影《铁道游击队》中 郑伟 李政的扮演者冯哲可就没这么幸运了 上映画报2001年第一期有篇文章叫做《冯哲留下悬梁之谜》 文中描述她是个文化水平高 相貌英俊 谈吐风雅 演技出色 无不良嗜好的演员 扮演过若干军人角色 比如大家肯定记得洗脑大片《南征北战》里的高营长 就是她演的 1963年 她还和王丹凤一起演过古装戏《桃花扇》 扮演一代名士侯公子 按现在的说法 冯哲当时是一线明星 和许多知名女星搭档 据说王丹凤接演《桃花扇》 指名道姓要求男主角侯朝宗由冯哲来演 说是因为冯哲自带风流倜傥的才子气质 冯哲原名冯仪哲 1920年出生于天津高级知识分子家庭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在圣约翰大学读书的冯哲被迫停学 又考进上海音砖主修大提琴 还真就是个才子 山哥吐槽一句啊 如果是现在抗日抗美神剧男一号 哪轮得上长成那样的无精那个假肌肉男呢 文革之初冯哲就被打成文艺界黑线人物惨遭折磨 1969年春 他被送到了四川成都大一县安人镇 省文化系统干部毛思想学习班 当大批判的火把子 老冯是三天两头被轮番批斗弄得很惨 有一次他被押着去镇上购买副食品 返回的时候革命小将在他挑的箩筐里发现一张小纸条 上面写着猴公子我爱你 可能是哪位女影迷 仰慕他在桃花扇中扮演的侯朝宗 当然也不排除是有人恶搞啊 不过这下又坏了 反正是害得冯哲又为此挨了多次批斗 罪名是什么呢 不老实接受改造 同年的夏天 造反派将冯哲调回峨眉电影制片厂干苦工 他天不亮就得起床 从深井里面往上提水 然后烧锅炉供应开水 再就是充当采购食品的搬运工等等 也许他认为自己的问题快解决了 所以干活还非常有热情 不料很快又传出要对他再度批判的消息 1969年6月2日 年仅48岁生性乐观豁达的冯哲 突然被宣布悬梁自杀了 而且仅仅是裹着毛毯就被草草的火化 含冤离开了热爱他的广大电影群众 也有另一种说法 是他先被打死 又伪造成悬梁自尽 但不管是哪种吧 冯哲死于共党之手无疑 各位都知道共党干这个是惯犯 时间来到1978年7月13日 共党又上演了为冯哲平反的戏码 还在1995年由共党文化部 凭冯哲为126名中华影星之一 可笑啊 一代风流才子就这么被共党逼死 再捧上神坛 真可恨得紧不是吗 各位看官 您还记得电影《铁道游击队》中的插曲 弹起我心爱的土皮吧吗 我还记得 咱就再说说另一位 文革时这首歌最初被批很不健康 格调低下 后来又上升为反动 说革命人民大唱东方红太阳声 歌颂毛主席 这首插曲第一句竟然是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这是心怀叵测 是可忍孰不可忍 于是呢 最佳一等 用低俗的歌曲恶毒攻击伟大领袖 反动至极 顶着顶政治大帽子 辞作者卢芒和取作者吕其名也惨遭迫害 卢芒被打成了叛徒集团的一员 妻子因为出身地主也一同被打倒 1979年 卢芒突发脑溢血去世 中年59岁 吕其名则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 修正主义的黑尖子 接受批斗 还被关进牛棚两年半 每天去电影乐团打扫演奏大厅和厕所的卫生 说完了铁道游击队关联人物的悲惨遭遇 我们再来说说真实的铁道游击队 有一篇真实而悲惨的铁道游击队 应该是由铁道游击队的后人写的 文章说 清末民初为抗击土匪抢劫他家成立了自卫团 日军侵略时为了配合台尔庄战役 自卫团在腾州北关桥镇阻击日军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队伍被打散了 后来共党派人到他家 请求他家召集旧部 组建铁道游击队 那个时候他家是大地主 只有他家能养得起队伍 根据作者提供的照片 他家姓重 作者说 我的太爷爷是具有民族正义感的中国人 民国时期是八区的区长 就是现在的藻庄和薛城 日本人占领的时候 让我老爷爷干区长被拒绝 就把他抓去 打得死去活来 还送到东北下煤矿 为了组建队伍 他家卖了一千多亩地 这就是铁道游击队的由来 其实就是民间的抗日组织 后来被共党进来掺和了一脚 作者一家听说是抗日 就信了共党的话 没想到 共党建政后他却遭了殃 他太爷爷因为是地主被枪毙 老爷爷爷被关进了监狱 父亲是流浪乞讨 后来被好心人收留 就这样 他家三十多口人烟飞灰灭 从重装消失 估计刘芝霞采访到了这个铁道游击队 真实的起源也不敢这么写 下面这件事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 抗战期间 国军除了在正面战场作战 还在敌后以游击战打击日军 根据统计 1938年 国军游击军数量在60万左右 到1941年 国军光游击队的总人数就是所有共军加上游击队总数的2.63倍 枪支是共军的4倍 国军正式确定敌后游击战是1937年太原保卫战的前后 1937年9月 国军河北守军在桌线战败退守山西 部分部队奉命留在敌后开展游击战 当年国府武汉军事会议上 副总参谋长白崇喜更进一步建议 在战术上 英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 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战领 争取沦陷区民众 扰习敌人 使敌拘促以点线之占领 同时 打击为组织 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 经济战 再逐渐变为全面战 总体战 以收击小胜为大胜 以空间换时间之效 白的建议被蒋总采纳 事实上 除了奉命留在敌后的正规军 还有由国军军官 地方军人 国民党党务人员领导的民间武装部队 这些武装部队一直活跃在敌后 打击牵制日军主力 1940年的前后 国军的敌后游击战到达了鼎盛时期 建立起一批抗日根据地 华北有太行山 中条山 吕梁山 横山根据地 华东华中有宜蒙山 日照山根据地 浙溪根据地 晚东晚北根据地 大别山根据地 厄东根据地 大云山 九宫山 庐山根据地 华南有海南根据地 全部兵力100万左右 顺便提一句 共党的铁道游击队存在四年 四个分队加一块总共100来人 国军游击队后来虽然曾遭遇挫折 但资料显示 除了继察鲁苏战区到抗战后期不复存在之外 山西游击区 厄玉碗游击区 浙西游击区 海南游击区等等 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八年抗战中 国军游击队除了配合正面战场大型会战和战役之外 还有一些比较典型的游击作战战力 如郑士慈伏击战 突袭南澳岛 吕梁山围歼战 攻占黄梅 鄂东反扫荡 马当夜袭战等 咱们就看看国军和游击队配合打的几仗 1938年5月 湖北省第二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程儒家 命令游击第五大队 保安第八团两个营 配合第172师的两个营 埋伏在郑士慈两侧的高山上伏击日军 经过一天的激战 国军游击部队兼敌400余人 活捉6人 缴获枪支弹药若干 同年7月15日 国军第157师一部突袭广东东部的南澳岛 一度得手 然而打到了8月末 600多名突击队员仅剩了20多人生还 南澳县长洪之政阵亡 此役歼灭日军200多名 1939年2月 日军出动2万多兵力进攻吕梁山北部根据地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严锡山令第61军与黑龙关为奸完敌 第19军向中阳离石公路之敌发起袭击 此一战消灭日军2000多 5月初 日军飞机10多架 军舰16艘 弃艇数十艘 配合陆军向湖北大通一带扫荡 5月19日 第21军军长陈范任指挥部队与敌激战十余天 将扫荡之敌逼下长江 此战击沉弃艇20余艘 必敌900多 7月11日 厄东游击队集中主力围攻黄梅县城 击毙日军140多名并夺取县城 1940年的秋天 国军第21军147师组织了6个突击队 夜袭马当要塞 必敌150多人 焚毁弹药库 把要塞的日军大炮调过头来 轰击江中的日军舰船 击沉击伤 敌舰船 哆嗦 此战147师无一伤亡 创造了抗战史上的一大奇迹 我们知道八年抗战 国军巡国300多万人 阵亡将官260多位 但很少人知道 敌后战场巡国的国军将领也数以百计 其中 高阶军官有 东北挺进军骑兵第六师中将师长刘贵武 东北游击队总司令中将唐聚武 第五战区第二路游击司令中将刘震东 苏鲁战区政治部主任中将周富 第34军暂编45师少将师长王凤山 第98军中将军长武士敏 第51军114师中将师长方淑洪等等 让我们记住英雄的名字 可以说 国军游击队的存在 有效配合了国军主力专注正面战场 牵制日军并困扰其后方 协助国府恢复沦陷区的政权 稳定民心的作用 共党呢 总是吹牛说它自己是抗战和打游击的主力 铁的事实证明它就是个不要脸的邪恶组织 反过来看 本来能搜集到铁道游击队这种百人 小股部队抗日的故事还拿出来演绎 已经够难为刘之霞们的了 居然几个演绎者还被毛泰江青打成反革命 逼死的逼死 自杀的自杀 您说 这怎么能不让共军游击队的后人心寒撤骨呢 谢谢您收看七十大观 觉得好就定一把 点个赞 帮忙分享链接给朋友 各位看官 咱们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